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实在就喜欢家门口的这个Baba Rich OK 新式的咖啡店 新式的咖啡店 很明显 两个特色不一样 好 我们先谢谢两位嘉宾来我们节目现场 如果说你现在看的节目呢 想要体验不同风格的传统咖啡店 马上通过镜头带你去感受一下 怡保 槟城 还有雪龙一带 巴生的这个传统咖啡店 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 每一条街的转角 总会遇到老旧的建筑 在槟城车水路 这一栋具有70年历史的咖啡店 传出来的淡淡咖啡香 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 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这种老店的 他喜欢这老成就成就的店 然后不要证明他们的历史也是很久的了 咖啡店的特色应该叫古老的 不应该是新的新潮是近期的开发的 那个越老的咖啡店 现在有很多住宿中的那些叶 我们老店 老店他们是老店的东西 一定是能坚持到现在 他的东西一定是很好的 在海岸饭店 时间仿佛是静止的 这里的人 这里的食物 这里的价格 和几十年前都没有太大的差别 海南的咖啡店都是有咖啡 面包还有鸡蛋 我本身是用自己 我用咖啡豆 我自己本身进咖啡豆 配自己的料 叫人家去炒 回想着以前几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炎之炎为 我的老顾客也说 以前吃到我爸爸的 到现在我还跟他说 既然去吃了十多二十年 我还能吃到他的那种味道 一样一样的 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下厨去做的 其实海南人没有菜肴的 全部都是在牛尼亚的家里 做那些做炸工 做炸工 偷吃他们的牛尼亚人 煮的东西 就是这种海南人 就从他们学过来 就当做自己的菜肴 可能在十年里面 冰城海南人的事物 可能会慢慢地失踪 一份用心 一份坚持 使海岸的菜肴 有它独特的味道 这浓浓的海南香情味 不仅抚慰了不少人的味 也同时煮出了老板和员工 还有员工和顾客之间 浓得跨不开的感情 好像一家人 以前那些老同乡 当我是他的孙 以前都是海南人 最近是没有 后半期是有餐饮鞋 附近人跟我工作 工作也是工作很久的 起码有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可能是我们 主顾跟那些都有 等一来我们大家都是很和谐 比较好一点的关系 我的顾客都是期待的一些 一直来讨我们吃东西 父母亲在谈恋爱 吃到结婚 结婚传到儿子 他的儿子又带他那些 过来 一朝就带了 我们的顾客都是很熟的 海岸饭店 卖的不只是咖啡和食物 他卖的也是人情 是一种不是用肉眼 就能看出的浓厚情意 这一层奇妙的关系 通过味道的追寻 再到各自身份的认同 最后就拼凑成 无法割舍的美食关系 在巴生最古老的街道 也就是这条火车站路 有一间超过七十年历史的传统咖啡店 光看这个店名 中国酒店 你可能会以为它有房出租 有酒卖 但它确实是一间保留英殖民时代风情的传统咖啡店 以前我们是做酒店咖啡店 还有餐厅 全部有的 以前我公共的手的时候 他们就过来嘛 就放中国酒店啦 后来我读书完了 我就来这边坐 就这样坐下去啦 没有人坐 就是这样 接手坐下去啦 做自己生意 好过去跟人家打工嘛 是吗 比较自由 后来到我们做的时候 2000年我们这些咖啡店 酒店这些全部没有了的 我们就只过咖啡店罢了 英文的名字我们就换中国咖啡店 放咖啡店啦 没放酒店啦 华文的中文还是保留住中国酒店啦 老板娘想留下的 不只是名字和祖传秘方炮制的咖啡 还有最重要的这一点 我们还是保留住它的老样子啦 是说修理一点点啦 这些油啦 没有说要改比较 摩登样没有啦 还是保留住那种的气氛啦 这里虽然陈旧 但却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 还有食物飘香的香味 咖啡啊 烧面包啊 我们的Naslama外面也是很不错的啦 这样啦 我们有自己做Teas cake啊 Teas cake也是好吃啦 当然是好吃的 人家会再回来啦 三族同乐的传统咖啡店 有什么东西呢 比较腻啊 吃一点古老味比较OK 它的东西蛮好吃的 蛮多人你看 连三道种族都有的这边 因为一个咖啡店那里有三道种族啊 华人的店呢 对不对 三族同乐的传统咖啡店 有没有想过要扩充营业 吸引更多食客呢 这次好了啦 不再好了啦 不过也没有地方也没有这么大 你太好也是 你够不到那个volume啊 没有用 是这样的吧 是因为我们满足了 可以啦 老板娘知足常乐 但对于一个马来西亚 传统咖啡之旅的临选活动 是不是也不在意呢 希望是可以啦 不过这种咖啡店也是很少了嘛 一家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咖啡店 一代传一代的永续经营 才能真正保存创办时的精神 以保这名字相等于白咖啡发源地 而这间不起眼的咖啡店 正是销售远近实名的长江白咖啡 有可能我们的咖啡 比较香醇啦 因为我用长江白咖啡粉的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过穴 来做的咖啡粉啦 长江少东张金辉表示 对于仪宝老街坊来说 人手一杯白咖啡 是每天必不可缺的提神饮料 我们这道咖啡就是比较香 比较浓缩的 还有饮管的好饮 那我们都是来喝的 喝到漂亮嘛 长江除了拥有本身的咖啡店 也有自家的咖啡制造厂 为的是把香浓醇厚的咖啡口感 散播到全马各个角落 走进咖啡制造厂 浓郁的咖啡香扑鼻而来 负责人冯藏命 亲力亲为 亲自下场监督咖啡的制作 过程严谨一点也不马虎 确保每一口入喉的咖啡 都能口味纯正 如果是有兴趣 是要冲它白咖啡的那些商业呢 我们就是会派个专人去 去教导他们 怎么去冲一杯好的白咖啡 因为白咖啡是我们长江的 那个咖啡粉制造的 所以最了解那个咖啡粉的本质 就是我们本身 有人说 是以保独有的山水 泡制与众不同的咖啡美味 而从事咖啡制作多年的照明 有不一样的看法 除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 他认为是一股对咖啡的心意 让以保白咖啡声名远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以保人的 对白咖啡的一种热忱 热忱也是很重要 蛮重要的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传统 是一代一代传下去 也是我们以保白咖啡的骄傲 近年来 连锁咖啡店冲击市场 不过长江白咖啡认为 这不会影响传统咖啡店的生意 影响是没有影响的 转型在我们各个各个生意 大家怎么做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客人 是喜欢我们这一式的 旧款的骨皮炒 如果是他们喜欢 那个传统的那个味道 他还是去保留着 去为他就有他们 习惯兴趣的那个咖啡店 因为只有那间咖啡店 才可以泡到他们最喜欢 他们最适合他们的味道 这一趟的以保白咖啡之旅 让社制团队看到了 谁知白咖啡 杯杯皆辛苦的背后制作 以后每每喝到最后一口 都让人感觉到 这是来自以保咖啡市家 特别泡制的独特美味 看过了三个不同地点的 传统咖啡店呢 我想除了他们有一些 正殿之宝之外 我觉得大家去传统咖啡店 都在吃一种味道 就是这种非常独特情怀的 古早味 那刚才一开始提到 最近的这个全球股灾 还有即将面对的金融危机 何不大家一起来 规划一个经济实惠 旅程去搜罗一下 去体验一下 全马各地各个角落的 传统咖啡店 国民面眼看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喝一杯浓浓浓浓浓的咖啡 给它自己的发香 灿烂的朋友都来喝一杯 不少多把全力给锁关 到路上车达很重有痴疮 十字路口谁都在彷徨 你听不清理自己也算是品尝 耶 狗皮歐 狗皮歐 喝一杯浓浓浓的狗皮歐 狗皮歐 狗皮歐 发不愉快的事情都遗忘 在这个你我生活的地方 有着我们共同的理想 看着路重重有忙 一起把明天开创